这周有很多单车 现在主要就是这五款 好 我们在五款单车 我们现在出发 非常神奇的是我一走到小区门口 就发现一台 这个应该是 Hello Bike 坐垫后面写着用车一元 扫码骑走 然后也是用链条的传动方式 然后在靶头的上面也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扫 我们开Hello Bike 然后扫码 因为我的APP也是第一次用 然后扫前面这个吧 已经扫到了 它自动就开锁了 然后这时候APP显示开锁成功 然后的起点在金山大道上面 这个刹车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灵的 骑下比较省力 然后它的后刹 我这台的后刹 有一点点要用力 没有那么轻便 前刹还是很灵敏的 对面来了一台 我们现在骑过马路 好我们现在骑了一段时间了哈 我们把车给它停在这个 白线 人行道的白线上 然后锁车 好它这边显示了成功付款1元 骑了0.5公里 因为我在旁边发现了一台永安行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 因为今天毕竟不是以长途骑行为目的嘛 只是想说体验一下各个当车的它的一些骑行的用户体验感受啊 永安行它这边车身上写的 免压金租车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车身的篮子会比 hello bike会大 有没有发现 我的手机整个放进去 不过它的面积会小一点 比较深一些 它也是链条闯动 打开永安行扫码租车 正在连接狼牙 支付宝想打开永安行 好麻烦啊 正在借车 好锁已经打开了 APP这边显示租车成功 感觉低脚踩上去的感觉 因为我同样都在平路上 低脚踩上去的感觉会比hello当车的会重一些 我们继续骑骑看 因为hello当车刚刚一上去骑的感觉 就很像骑我们当年那种小姐车 就比较轻 永安行车一骑上去感觉会比较重一些 骑了几步就发现它的踩踏 需要比hello当车会再要多花一点点力气 感觉又一台hello hello当车 hello当车好像会比较多一些 先过金山桥 我明显感觉永安行的这个车会重 好硬 不行 永安行的单车这个握把 这个握把还挺舒服的 比较软一点 然后我基于它这个踩的实在心太累 所以说我刚刚看到这台hello当车的时候我就拐回来 因为我准备上金山桥 准备骑过一个一公里长的桥 所以说我决定放弃永安行 选择现在我能看到的hello当车 一样锁车 点一下结束 正在还车 ok 1元 然后现在我们切换到hello当车 ok 是不是开锁 哎好开锁了 ok继续骑着我们的hello当车 骑过我们这个长一公里的桥 我们到市区再见 我现在明显感觉hello bike的会比永安行省力非常多 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整个这个链条床洞 骑起来非常舒服也很省力 然后因为他这个坐垫不能调整 其实男生像我一米七多 骑上去双腿不能延长开来 其实骑长度还是会有一点点累的 嗯 我刚看了永安行的那个坐垫也是不能晚上调整的 ok总体来说我现在骑到第二部单车 我觉得hello bike的会比永安行好 加一分好拼我们待会见 我们骑过了一座大桥 然后偶然间在桥底下发现了一台ofo 这么说我们就必须尝试它了 因为ofo它的app给我们是 只提供在地图上会显示几台车 然后没有车子的具体定位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找到车子 那我本来想放弃的 后来想说 诶 既然我们现在看到了ofo的单车 我们就来试一把吧 ofo 这个app差点被我删掉了哈 我们来试试看哈 试一下二维码哈 该车牌号不存在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我们扫一下前面的开啊 该车牌号不存在 那我们手动输入吧 这台车是 解锁码是 1438 1438 诶 yes 它的坐垫是可以上下调整的 我们把它调高一点哈 诶 坐垫调高倒是骑的蛮舒服的哈 可是 我觉得ofo的当车 相比前两台永安行和hello bike 它的轴距比较短 怎么说轴距呢 就是说像我这样成年男子 骑在当车上会觉得 手臂太长了 知道吧 就是两个轮胎的轴距比较短 还是一样 虽然说坐垫可以调高 可是轴距短了 就感觉把头靠近自己身体很多 骑起来有点怪怪的 不过骑的还是挺省力的 他没有篮子 没有篮子 车把都是向内弯曲的 明显就是一台小姐的车嘛 这个滴滴bike hello bike 还有好多滴滴bike 我们还没骑过哈 哎呀我们停到了这个 找到了一大群 兄弟姐妹啊 好多车 我们现在先把 这个先锁上 这怎么锁 UFO UFO 这不是吧 是OFO 当车先锁上 他也是不错的哈 在这里也有铃铛 那我们现在要选什么车呢 这边hello bike 骑过了OFO hello bike 那只有只能骑 我们这个最牛逼的 这个摩拜了 对吧 磅小11元 也是最贵的 押金299 我们先来试一试 最飞损的 摩拜当车 刷码 看会不会自动开锁 开锁 开锁中 OK 好评开锁成功 然后正在用车 号码 然后预计费用1元 他一样有铃铛 可是整个做工真的很扎实 真的很扎实 真的很扎实 摩拜当车也是唯一五款当车当中 现在我骑了四款吧 还有一款没骑 唯一一款是前骨后跌 就是前面是骨砂 后面是跌砂 跌砂 其实造价是非常高的 大家都知道哈 骑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的重 感觉没有永安行那么重 又比刚刚其余的hello bike 还有那个hello bike 还有OFO 会重一点点 可是他整个骑行的轴承 质量是非常好的 轴承非常好的 在我空踏板不踩踏的时候 能听到叭叭叭叭叭叭叭 轴承的声音说明这个轴承 不是普通轴承哈 还是相对会比刚刚这几款 会好很多的 所以说包括他的押金贵 还有用车时间贵 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因为厂商是下了血本的 骑起来感觉还可以 所以他的坐垫也是不能调 一样也是用那个戳把的铃铛哈 哎呀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台滴滴 bike 现在把摩拜还回去 一样的锁车 会滴滴滴的响 会滴滴滴的响 哦他就自动自动的就上锁了 然后这边所说已经骑行了11分钟 然后使用了一块钱 这台也是今天最后一台滴滴 bike 一样它也是用链条传动 前面几款车都是古沙哈 这台滴滴 bike也是古沙 也是类似于小姐车这种类型 打开滴滴 bike的APP 哇 周边还是挺多车的哈 一样的扫码开锁 他不需要我认证哈 哎怎么没反应 扫码开锁 对准车上的二维码 什么情况 对准后面的二维码 我把APP退掉重新开一下看看 难道是跟别的APP冲突了吗 不大可能 好吗 轻这是什么情况 正在连接连接成功 哎 他根本没有任何提示的 而且要对的比较近的 然后他就直接开锁了 然后这边会提示 用时零公里 金额零 余额十块零一分 我们把坐垫 调高一点点 刹车好零啊 我们现在骑的这台滴滴 bike 嗯 骑上感觉 也是很轻的哈 跟我第一台的哈啰 哈啰bike 的力度是一样的 它类似于以前的那种小姐车 呃 这个上脚体验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最重的就是 永安行是最重的 然后其次就是 呃 这款车是最轻的 骑起来的 嗯 踏骑感 是让我最舒服的 而且滴滴 bike 它的坐垫是可调的 这边很人性化哈 一样也是有这种 铃铛 滴滴当车的 精心体验还是很好的 很轻主要车子 可是它唯一这个缺点就是 坐垫有点硬 啊 坐垫有点硬 所以说我现在准备去 再换一个 哈啰bike的 去试一下看它的坐垫 结束行程 找到一台 哈啰bike的 骑到我的目的地 哈啰当车 搞定 呃 坐垫会比第一张车来的 舒服一些 啊 它会比较软一些 更符合人体工学 吧 想问一下那个 永安行这个车 你骑起来会不会很重 还好 我觉得很重 很重吗 对 非常重 妹子说她今天是第一次骑 骑车 所以说选择了永安行 更多的人我觉得选择永安行 是因为她的芝麻信用分到达600以上 就可以免押金了 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条件哈 所以说 建议大家多尝试一下别的车 拍的这些vlog 记住要底下订阅我 关注我的油库频道 关注我们的维可电影 你好 我是摄影师 谢谢大家